抗中手法很多 不只是经济 科技战 现在有越来越多 这些新闻看起来都觉得 这种叫做更加深的事件的仇恨值 例如最近这几两天 引起很多关注的新闻叫做 美国的媒体报导 在加州发现了中国的非法实验室 这是一个民众去检举发现的 就发现居然加州弗瑞诺县 这个地方有个仓库 是大陆的医疗机构 非法经营实验室 里面储存有什么危险的材料 说数千瓶含有传染病毒的议题 包括有20种病原体 什么冠状病毒 艾滋病 肝炎 虐疾等等 还有大概1000只左右的小白鼠 再告诉大家说 他美方发布讯息认为 可能会对中国 会对当地的人民发动 生化生物武器的战争忧虑 如果亚洲爆发战争的话 华裔资深研究员张家敦 甚至跳出来说 中国开的第一枪 可能就是像这样 在美国各地传播病原体 借以削弱因应亚洲局势的能力吗 听起来很恐怖 但是他们可是很认真看待 包括美国参议员恩斯特海 特别为这个新闻说 中国不仅在我们的后院 还在我们的房子里面 非法进行危险的研究 美国中医员科斯塔是说 中国继续隐瞒 扭曲新冠病毒的讯息 很担心实验室跟中国之间 是不是有怎么样紧密的联系 像这样的抗中讯息 其实不止如此 还有连骇客都不断的发出讯息 说中国骇客 渗入了日本的国防网络窃取勤资 从拜登上任之后 他们说 中国骇客仍然存在 日本国防系统里 意识到资安外泄的程度 越来越严重 旧纽约时报报导 中国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植入了恶意的软件软体 来干扰美军行动 有这么厉害吗 甚至最新的一个消息是说 有两位 一个月26岁 一个月22岁 都是美国的海军 这两位军官 让中国买走了非常敏感的情资 才花了几十万台币而已 而这两名海军 已经正式遭到司法部起诉了 甚至还有涉嫌 运作中国秘密警察局 美国纽约检调单位 逮捕两位男子 这两位都说是侵犯主权等等的 甚至美国还制裁了 招聘外国飞行员 来帮忙训练中国空军的公司 一连串的做法 看起来就是要把 中国大陆的围堵 做成一个危害到美国本土 非常重大的损害 但纽约时报还报导 美国科技大亨 金元数亿美元来支持中国的大外宣 这位是科技大亨辛汉 跟中国政府媒体机构 他什么形容是密切合作 金元里面在帮中国做宣传 甚至还有他出现在研讨会里面的画面 有红色锤子 镰刀做笔记 所以只要亲中跟中国有合作 就会被拿来当作 跟我们台湾很像 抗中保台扣红帽子 比尔盖茨 马斯克 萨克斯 不是都是这样吗 所以要对抗中国 在美方政府机构 美国智库甚至提出来说 白宫应该成立专门团队很严重 正在武装冲突范围之内发动 这各种的空前的政治作战 所以美国必须硬硬 才能够对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甚至要让中国的网路防火墙 长城上面要开一个洞 让他们没有办法继续侵害美国影响 赖教授听起来这一连串事件 都是在美国媒体所发布的 好恐怖 我刚刚去看了一下新闻来源 这个世界日报登得比较大 然后这个大纪元也登得很大 自由18也登得很大 很多绿营的媒体都登得很大 可是这个新闻里面 没有新闻来源 也就是说 你一直追他们的新闻来源 你会觉得没头没脑的一个新闻 很奇怪 然后大家就问说 那去说有人举报 然后破获 然后这么大 然后有没有逮捕人 没有 没有报道 到底是谁来主持 这么庞大的一个实验室 也没有说 也就是说谁主持没有说 然后那个研究员是谁没有说 那个拘留了多少人 那是美国的原生病种呢 例如说艾滋病 艾滋病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是 传染开始的 那源头是在美国 也就是说这些原生病种 是不是都当地的 我也不晓得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报道 但是张家敦马上就跳出来了 这位中国崩溃论的作者 马上就跳出来了 厉害 我也很佩服 这些恨中国恨到这种地步的中国人 华裔的美国人 可以恨自己的国家 恨自己的出生地 或者不要说出生地 恨自己有血缘有关的国家 可以恨到这么深 这个真的也不容易 这真的是了不起 这个就跟有一位 好像余茂春好像是 他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然后大陆人 然后到美国去读书 从此以后恨中国人 恨到这个地步 恨到这种深 我坦白说真的是很不能理解 才符合美国价值 这样我就理解了 这样我就理解有一些 他的父母是从大陆来的 然后在台湾出生 然后加入民进党 成为台独的 然后恨外省人比恨 就是恨外省人恨到那种程度 这个我可以理解了 因为他要符合民进党的价值 所以他要恨他的原生父母 恨到这个程度 这不容易 但是我只是故意讽刺了 调侃了 不过我觉得每一个国家 都在做网军 台湾也很厉害 情报战 情报战 美国指控中国大陆 骇客骇进去 美国有没有对大陆骇客 日本有没有想办法 要骇进中国大陆 有嘛 所以大家都在做的时候 就不要大做文章了 因为美国的骇客 我想也是很凶的 我的电脑也常常会有 奇怪的东西出现 你是关键人士 不是 有的时候就会 怎么会晾起来了 有时候关掉 这个我都知道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而且你看我为什么会一直不用 不太用台湾的软体 那就是因为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然后我也知道 国民党的有一群 有自己的群组 然后都在LINE 然后每天在那边传达讯息 我也觉得 我已经有提醒他们的 不要在上面传达讯息 你一传达 那个对方马上就知道了 你怎么还在那边写东西 好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在传播 他的美好的东西 美国也在传播他的美国梦 而且是卯足全力传播 他的美国梦 而且从好莱坞到美国官方 到每天都在讲 美国梦 美国梦 但是他们从来不告诉大家 到美国去寻找美国梦 而没有成功的 有多少人是悲惨的 这一生悲惨的下场 有多少人轮入妓院里面 有多少人轮入黑社会 有多少人死得不明不白 他们从来不会告诉大家 实话说 有更多的人死得非常的悲惨 这一生的命运全部毁了 可是他们在标榜 进入美国 寻找美国梦成功的那些人 这也不是 这难道也不也就是在 宣传美国的好吗 都在做宣传嘛 你也做 大家都做 真的是不要大心小怪了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中美对抗里头 现在越来越多 甚至仇恨值 更小的新闻事件 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上 所看到的 又有恶意软件 然后又有各种的 危机骇客的入侵 甚至有生物实验室 非法被发现 殷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看美国 讲别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也不必多做太多的 过度的反应 为什么 美国自己好莱坞 已经把他们拍了很多 告诉我们他们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 你不要 我觉得美国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圣经有讲那个叫做 自以为意 Self-righteous 觉得我自己是好的 别人都不好 我觉得你自己也做这些事情 你就不必再讲别人 另外当然我要对我的这个 Gordon Zhang 我要讲一句话 你2001年说的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即将崩溃的中国 然后他那个时候预测是2011年 2021也过了 所以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因为我觉得喊这种东西很过瘾 就是你反正喊着Coming Coming It's Coming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所以他每一次 台湾也蛮喜欢他 因为他会来 他来恐吓蛮方便 他还会拜访过我办公室 访问过我 他来就是我们政府安排 邀请他来 然后骂几句对岸 然后唱衰一下对岸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不要被美国有一些 他就是根本也不算 是什么真正的咖 那你就把他 只因为唱衰对岸 你就把他捧得还不错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 还是要分辨一下吧 就是说即使有一些人 可能对对岸没有唱衰 像最近那个 Jeffrey Sachs来台湾的 他是 民进党绝对不会要碰他 因为他对大陆 算是比较友善一些的 可是他是真正的大咖 对 你真正大咖 你还是要用我们讲说 可以有精准的国际趋势 对 要用你的学术 要让他的在联合国 这些成就来对待他 有的时候不是咖的 只因为喊了一个对岸 骂一骂 我们连总统都要接见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糟糕的一个 我很希望我们的政府 真的是可以区分 我觉得我们过去 真的我刚回台湾的时候 90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跟民进党 有些主持 节目主持 还是两个人共同主持 国民党跟民进党一边一个 那个时候虽然有竞争 但是没有这么 对立到这个地步 而且那个时候 还真有一点点用人为财 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连外国人 我们也不是用人为 就是也不是以他们的 才干来做决定 也是以把外国人的立场 来作为是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 这不就是标准的认知作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中美对抗认知作战 情报战 最近整个新闻越来越多 有被起诉的 有被泄露军情的 那陈老师怎么看 双方这方面的资讯 越来越激烈 刚刚言老师说 不要过度反应 但我是觉得 还是应该适度的反击 把它揭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传播情境 是非常扭曲的 就美国人放个屁 明明是臭的 闻久了变成香的 就像刀狼最近颠倒歌 四杯黑白都颠倒在台湾 你看看 我举个例子 今天如果有个黑道呛呛 说我要对这个警察怎么样 被警察抓到说 言之爪爪还真有 你觉得警察会放过吗 会让黑道这么嚣张吗 如果今天像美国讲说 在加州什么地方 找到中国的这些设备 是准备在那边搞细菌战 美国是多大号针 他就是国际警察 如果真的中国像他讲的这么邪恶 会雷声大雨点小 找了 逮了是怎么弄的 今天中国还有活路 你看看当年那个美国国务卿包卫 拿着洗衣粉 假的都可以当作病毒 把一大块打得一大糊涂 更何况如果这次找到是真的 你觉得美国是吃素的吗 你观察这种表达的手法就是这个 根本就是在制造环境 为什么这个有事之事 一定要找出有没有清楚证据 才能够指控有效 但是美国人不必 美国人他反正就是 世界上的媒体都要掌控 再加上在台湾的像这种侵媒的 美国说什么都是对的 他就对中国的栽账跟污蔑 不必证据都可以产生效果 这是他们非常非常可恶的手法 而且我常年的经验 美国人只要说别人的 就是他自己在干的 而且准备要干的 过去常常干的 反向思考就知道了 二人先告状 先沾沾给别人 这是他们CIA最擅长的 所以我说的美国人这些手法 在台湾还是值得揭穿揭露 然后会问 凭什么我们要天天受到这种 垃圾轰炸 塞满了我们头脑 所以要收看新闻大白话